这里是中国离韩国最近的地方 也是中国日出最早的地方 据说秦始皇都来过 安乐妞啊 这站大致来到了山东龙城的成山头风景区 走过这个扶如东海的门 咱也沾沾服气 他这里还有坐跨海缆车的 但是人太多了就放弃了 每人20块钱坐上这个景区的小火车 他这个景区里是分为两大块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像宫殿一样的地方 叫做福文化园 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进去逛 此刻就要前往另一片景区 天津头 坐出租车的时候 师傅跟我们说当官的不要来天津头 因为就到头了 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隋唐明清 均有兵事发生 所以可以看到这种战时用的围墙 据史记记载 成山头古时是日神所居之地 公元前219年 210年秦始皇曾 两次驾临此地 并称这里为天之尽头 成山头是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 自古就被誉为太阳起升的地方 春秋时称为朝五 由中国好望角 这里与韩国隔海相望 仅距94海里 是中国离韩国最近的地方 我发现国内 现在不管到哪个景点 都少不了这个 我在哪哪很想你的路牌 看着这个偷卖这个偷卖这个天宁 80倍 一样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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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